在憲法還沒有修正之前 那我會覺得由總統來接受質詢 可能是跟憲法 目前現行的憲法可能是有相違背的 沒錯 如果當然是 在立法院當中 我們當然可以 如果我們要修改這個憲法 當然可以更直接的進行 更多的朝野的政策的辯論 但是在還沒有修法之前 我還是認為是不適合的 好的 所以您的 剛剛您的說明是 必須留下來聽取立委的國事建議 是 是 是 好 謝謝 那您請回 謝謝 請主席有請行政院林秘書長 立法院 抱歉 立法院林秘書長 是 習委員好 秘書長好 今天很多的委員對於國會的改革 提了很多的想法 包括在各黨裡面提出很多不同的版本 那國民黨當然也有提出我們自己的一些版本 當然除了要設立國會頻道 還有協商的紀錄公開直播 旁聽專區等等的 那當然這個是我們全體委員的共識 當然這是沒有分任何的黨派 我們都希望一場的一個運作 包括在整個透明化當中 能夠讓我們的民眾更加的一個信任 那在昨天晚上議事處呢也發了一個公文 那就是有關於我們議事轉播事辦的一個事項 那裡面呢特別提到了 就是有本院公開爭求有意願的電視頻道業者 基於公益無償辦理 電視頻道業者呢不得播放任何的廣播新聞採訪以及評論的畫面 那我要請教的是現階段我們是不打算編列預算嗎 是的 那因為我們又限制這個業者呢不得播放任何的廣告 那如果我們沒有預算給他 然後我們又做這個廣告的一個限制的話 那我不曉得現階段會有這個業者願意嗎 或者是您現在已經有找到有業者他願意來做這樣的服務了 我想我們現在是這樣子我們就是事辦 跟委員報告就是因為我們也沒有完全有把握啦 因為在這事辦階段我們就是盡量的去跟業者去接觸 那如果我們立法院我們所有的委員 現在有對象嗎 有業者來接觸嗎 我們現在有幾個那個電視台有可能跟我們接洽 是有幾個電視台跟我們接洽 至於他會不會跟我們前沿那就不一定 那事辦打算事辦多久 我們現在打算就是事辦一個會期 一個會期 是 就這段期間呢就是不得有任何的廣告 全部是公益性質的 對 來做那個現場的一個轉播嘛 是的 好那我要請教一下如果說是現場的轉播 這八個委員會同時在開啟 我們是怎麼樣來評斷我們播放的一個優先順序呢 是由業者來做他們的考慮 或者是說有我們當天比較重要的新聞議題呢 這個就是我們最傷腦筋的地方 因為我們也是八個委員會同時在進行嘛 那所以我們可能就是說我們現在還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電視台會來 那所以我們現在目前的狀況就是說 我們希望他是一種輪流式的 就是輪流式的譬如說禮拜一是內政 禮拜三可能就是財政什麼這樣子輪流的方式來處理 嗯好我了解我想這個接觸可能還不是馬上就能夠有一個結果 畢竟還有很多的細節需要討論啊 那我希望秘書長在這方面呢能夠跟各個黨團有一個一定的一個共識 怎麼樣採取相關的內容包括網路的 包括我們電視台的部分呢 我們能夠讓每一個黨呢都能夠有一個共識好嗎 好謝謝 那我再請教秘書長 就是我們今天呢有很多的 之前有委員提案就是要廢止我們的那個程序委員會啦 那我個人還是覺得委員會絕對有它存在的必要 今天早上本黨的林德福委員也特別提到了 那我在這裡呢就是要建議秘書長 因為我們程序委員會我們過去是沒有錄音跟錄影的 那發言紀錄也都沒有公報的 是不是我們能夠呢未來呢在這個部分呢 加入這些的一個這樣的一個方向 因為我們本來就沒有公民團體在監督嘛 是不是我們可以把這個部分的參考進去 報告委員我們現在對程序委員會 現在開始開會 是這個禮拜二開始的開會 那我們現在對程序委員會 我們也是錄影錄音有實況轉播 發言呢發言有列入公報嗎 當然 謝謝那我總是呢 發言沒有列入公報 對不起發言沒有列入 好可以那未來可以把發言紀錄也列入公報嗎 來公報出來回答一下 報告委員因為那個程序委員會跟修憲委員會 我們都有錄音錄影也有實況轉播 所以你們不太需要了 那這個這個假如說這個公報要刊登的話 讓我們想一下再跟委員報告 好啊可以沒問題 反正這個主要呢我們是希望能夠 落實我們國會的整個醫師的一個運作 好謝謝秘書長 謝謝主席 好謝謝 那請回謝謝 好我們接下來請李俊毅委員 發言時間八分鐘 主席各位先進 滿請立法院林秘書長 法治局高局長 好 李委員好 啊秘書長好 秘書長我請教一下 根據我們立法院組織法 法治局跟預算中心的角色是什麼 根據立法院的組織法20條跟21條 這個立法院的跟這個 預算中心跟那個立法局 法治局 法治局他們最主要的就是 來做這個法案的那個 研理評估跟研究 民主黨應該這樣講啦 立法院組織法20條 法治局的掌理事項如下 立法政策的研究分析評估跟諮詢 法律案的研究分析評估跟諮詢 對不對 這應該是法治局的工作 所以法治局應該做為立法委員在問政的時候 在制定法案的時候最重要的幕僚單位 沒有錯吧 完全正確 沒有錯 那我請教秘書長 以你現在剛接秘書長不久 你對法治局的了解 你認為法治局可以發揮多少功能 謝謝委員 我想 我在 剛接不久之後 我是一直覺得說 我們法治局跟這個預算中心 是我們最主要的兩個幕僚單位 那麼這兩個幕僚單位 事實上 在 之前 事實上他並沒有發揮真的 這個所謂的幕僚 這個 全面的功能 我想他可能是 只有部分而已 好 謝謝 所以我們就是必須要 特別強化 要加強法治局的功能 絕對要加強 謝謝 謝謝民主黨 民主黨你先請回 我問高局長 高局長我請教你們 你們法治局現在人員編制多少 就是 47位 47位 那47位 他的分佈是怎麼樣 你們分為五個組嘛 對不對 對 那分為五個組 這個五個組怎麼分的 我們原則上會按照他當初 會按照委員會來分是不是 還是依照專長 五個組 然後會去參考他的專長 那我請教你 你們現在47位裡面 法律專長的有幾位 大概有一半 有一半 對 用什麼樣的職系進來 有一些是法治職系 還有呢 還有一些是 列成行政職系 這個詳細 能不能把你們47位的名單 提供給本委員會參考 可不可以 47位的名單 你們這些人 依照什麼樣的職系 然後他是怎麼進來的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更任務 來拿給委員看 沒有問題 麻煩提供給委員會 大概都是在150篇左右 150篇 來我們看下一頁 來 好再來再來 再來 這個是我去幫你們的法萬評估報告 調出來 你們2013年做是76件 2014年做了66件 2015年做了52件 怎麼不會是150件 最早期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立法諮詢中心 剛改成88年的法治 我現在問的是去年嘛 是52件還是152件 是52件還是152件 這個是法案評估 我剛剛是有加專題研究評估 你還有專題評估報告 好 我們先講法案評估報告 法案評估報告 你做了52件對不對 那請問你法案評估報告裡面 有多少是跟內政委員會有關的案子 這個詳細數是 我們是分給我們第一組 你是局長 對 你應該很清楚 我們內部是做統合的 我把你們所有的評估報告 我都調出來了 跟內政委員會有關 總共兩個案子 總共兩個案子 而且這兩個案子 都不是在我們內政委員會 討論的案子 那我現在請教院 全教局長 那你們的評估報告 你們到底做什麼樣的評估報告 是你們自己決定呢 還是依照委員的要求呢 還是用什麼標準 我們目前的實際做法就是 只要是行政院的提案 我們盡量做到暗案評估 行政院的提案 你們一定都有做評估報告嗎 我們會盡量做到暗案評估 但是有時候因為它只有一條 一條兩條那種很少 那一條兩條當然很少 那我請問你齁 立法院在第八屆 在我們內政委員會 討論非常久的一個案子 叫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請問法治局做了評估報告沒有 我們實務上是 你們不是說 剛才不是告訴我說 行政院只要有送 你們就做評估嗎 而且這不是一條 是整部的法案 請問你們做了評估報告沒有 有嗎 有或沒有嘛 這個問題很簡單 我印象是沒有 為什麼沒有做 你不是剛才告訴我說 行政院有送來了 你們都有做嗎 我們內部人員齁有在研究 所以你們隨便你們高興研究就研究 不高興研究就不研究 你知不知道現在所有最重要的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最重要就是這個法案 你們沒有評估報告嗎 是不是 所以 再來我再請教你 內政委員會在去年還評估 在第八屆還討論一個最重要的 叫做公投法 請問你針對公投法有沒有做評估報告 沒有你們在做什麼 你知不知道內政委員會 在去 在第八屆總共八個會期 我個人擔任了兩個會期的招委 我們討論公投法 總共在內政委員會開過19次 那總共有委員的提案 總共17個提案 這麼多的委員提案 表示公投法非常重要 請問你法治局有沒有做過報告 有沒有 有沒有 我有交代同仁 一樣沒有 弄一些 所以我現在要請教的是 你們法治局 要不要做評估報告 要不要提供專業意見 到底是用什麼樣的標準 在決定說 什麼要做 什麼不做 我們最主要是說 看那個 研究人員 他當時 看那個重不重要 研究人員想不想做 是不是這樣 他理論上 我們會要求他每一季 都應該要提出他自己的報告 我們看下一頁 下一頁 再下一頁 我幫你們算過了 你們從1990年到2015年 總共做了2098件 包括評估報告 包括你剛才講的另外一個報告 平均每年做的是116件 法治局的原則書 這裡寫錯了 你們現在是 目前4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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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平均起來 你們每一個人 每一年做不到3份報告 你們每一個人做不到3份報告 做2.7 比監察院 我上次在質詢監察院 更差 監察院每一個人平均3.6 你們2.7 欸 局長 這怎麼交代 這怎麼交代 局長 因為 有時候報告 他除了量之外 他還有他的那個 是嘛 對不對 那我簡單啊 我們花了那麼多的時間 內政委員會討論公投法 討論了19次 討論兩岸監督條例 討論了十幾次 那為什麼法治局沒有任何一個報告 為什麼 所以你們高興做就做 你們不高興就不高興 不高興就不高興 你們這樣怎麼充分發揮 組織法20條規定的 你們必須佈到 你們要做立法委員的專業幕僚 報告委員 那個公投法那個部分就是 那時候委員會 局長我再請教你 現在大家都在討論國會改革 對不對 那秘書長有沒有要求你們 你們法治局要做改革 有沒有 他說我們要 就是要強化 你們要加強能量 對不對 那我請問你 你們加強能量 你們有沒有跟任何一個委員 討論過你們法治局應該怎麼做 我們事實上都是在 你知不知道我是民進黨黨團 國會小組的召集人 你知不知道 你從來沒有找過我吧 我來立法院 今年第五年 你從來沒跟我接觸過 沒錯 我們這部分都是跟 黨團的助理 對不對 那問題就是在這裡 你們法治局現在的做法就是 你們高興做什麼做什麼 立法委員的需要到底是什麼 你們必須提供立法委員的需求 依照立委的決議 然後要求你們提出什麼報告 你們就提出什麼報告 提供給立委參考 這才是 組織法20條規定的 你們要做到 專業幕僚的角色 怎麼會是你們高興做做做 做多少做多少 你們高興做什麼題目 做什麼題目 做到後來 每個人平均 一個人一年做2.7份報告 我任何一個助理都做得比你們多 這不能交代啊局長 所以報告委員 這不能交代 所以請你們 認真加油 真的把法治局做到 可以發揮幕僚的工作 好不好 謝謝委員 請你們加油 也請秘書長 督促他們加油 謝謝 好 我們謝謝李俊宜委員 我們難得請這個法治局長 來參加我們司法法治委員會 李俊宜委員可以問到他的內政委員會 有辦了幾件評估報告 那我也很有興趣想要知道一下 那司法法治委員會的 法案皮膚高做了幾件 包委員 像那個公投法跟兩岸監督條例 因為過去實務上我們比較少 我們 這個因為我現在沒有那個詳細的數字 沒有詳細的資料 對 司法也兩件而已 但是我們都有準備 包委員我們有準備相關資料 要在準備草野協商的時候去提供 好啦 謝謝 謝謝這個高教 不過我想 我想重點當然是以後你們都會 各委員會都會有一個 各組會派至少研究員等級的人過來 來提供我們法律上的專業意見嘛 我剛剛那個你們那個國會調查報告 我也是有一點意見 你們只是蒐集都沒有做一個 對我們法治的建議的一個評估啦 也就是說我們相關 類似不類似要做個評估嘛 在國會調查權這個部分 以前就是有跟 以前就是有跟之前講 他說有時候因為敏感 如果一提出意見之後就那個 所以是先收集資料 那個概念啦 報告主義是因為這樣 因為我們怕說有時候會 影響到委員的立法政策 沒有啦沒有啦 委員那麼容易被影響 那我們剛剛就不會有這麼多委員跟你開大炮啦 OK好 我們現在下一位是這個賴瑞龍 賴瑞委員那時間是8分鐘喔 好 謝謝主席喔 是不是請秘書長 李秘書長跟高局長 賴瑞委員好 好 秘書長好 謝謝 那個想請問一下秘書長 剛剛都有聽到早上包括段委員 包括剛剛那個諮詢 你對現在整個 國會的整個現在的狀況 您的看法現在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我們法治 法治 司法法治委員會給我們這樣子的一個 等於是說 鞭策 我覺得我們很樂意接受 而且我也覺得 我們對於我們的幕僚單位 法治級跟資訊 預算中心 我們會特別的加強 尤其現在 我們已經決議說 他可以 分配到每個委員會去做諮詢 所以我想我們 大概今天就會 報警打斷您 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我想秘書長也擔任過立法委員 我之前在立法院也很長期的時間 我覺得立法院的國會改革 其實不只是我們現在談的這些組織面 其實組織面下的還有包括立法院能夠提供立委們多大的一個支持的力道 做好一個專業的問證 我覺得這個還有非常大的一個空間 包括剛剛我們先講一下早上那個 早上我有聽到高級長講說 他是聽從院長的指示 我不知道秘書長對這樣是你的看法 立法院的所有的一些研究人員 或者是相關的幕僚人員 聽從是院長指示 還是以委員的一些需求為那個 我想他聽從院長指示一定也是 也是要聽從 但是一定也要 以服務委員為 我希望改變一下那個觀念 過去當然院長那個 但我希望院長也是有委員選出來的 立法院的主體還是在立委本身 立委是向所有人民來負責 我希望能夠稍微再改變一下這樣的觀念 立委的一些需求部分 未來必須要再更強化 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我再來提一下 剛剛高級長提到說 總共有40幾個案子 50幾個案子 我也調了一下資料 去年總共我調出來是 提了43個案子 總共提了43個法律的一些案子 我跟剛剛之前的委員看法一模一樣 一個法治局非常重要的一個機關 每一個人的薪水期都是蠻高值等的 然後一年的整個量才能提出 三個法律的一些延期意見而已 延期而已 還不見得是完全法律的提案 這個的能量真的比一個專業的立委的辦公室 可能都還要差一些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是需要大力的改進跟檢討的 這個這樣才能夠比得上 現在人民期待立法院扮演更強的一個功能 民主長同意這樣 完全認同 是的 可以請民主長強力的來要求嗎 一定會 做一些改革 我想今天我們 我們這邊 上會之後我想我們就立刻會召集他們來做 另外我想提的是 現在我們的國會圖書館 我們都知道國會圖書館 其實在一個民主國家裡面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甚至在很多地方 其實都是最大的館長量 甚至於 具有豐富的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國會圖書館的常數大概有多少 國會圖書館 館長沒有 沒有啦沒關係 我想應該有上百萬冊吧 都放在哪裡 放在哪裡 我們現在大概有分兩部分 一部分大概就是在宴區這邊 那另外一部分有在一個新店 這個宴區的範圍不大 因為立法院的設置空間不大 所以我看有很大的一個量 是放在新店的倉庫 直接講倉庫 這個真的要請民主長也要慎重那個 國會的部分 當然資料的量的部分 現在儲藏空間是有限的 不過我覺得 包括剛剛提到的法治局 包括預算中心 包括國會圖書館 我認為都是扮演著很重要 支撐一個立委專業問證 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我希望未來民主長這邊 在內部的部分 能夠做一個好的處理 讓這樣的支援一個立委專業問證的 這個幕僚的部分 能夠做更強的一個強化 可以嗎 可以的 謝謝 另外我還要提一下 我們現在還有兩個單位 一個是中南部的服務中心 一個是議政博物館 我想請問一下秘書長 這兩個部分 現在扮演了什麼樣的功能 現在這兩個部分 都在那個中部 其實他們現在功能 並沒有什麼特別 他們現在大概就是 只是做一些文物的典藏 還有一些就是 民主長這個部分 你覺得有沒有需要再做強化的功能 這邊齁 我們現在也在考慮說 要對於這個中南部的這個 這兩個地區 要怎麼來做強化 因為這個本來是 我們立法院並沒有這個部分 就是因為那個 支議會跟審議會他們結束之後 我知道 民主長 必須這樣講 新的國會已經產生了 人民對新的國會期待很高 我們相關的法令組織會去調整 但是我認為 立法院內部這一塊 由院長跟您這邊的 大力來領導的這個立法院內部的 我認為有很多 改革的空間 這塊改革 可能就要計畫院長跟你這邊 大力來做推動 什麼時候可不可以給一個期限 什麼時候你可以提出一個想法出來 讓大家知道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整個院內的改革 立法院院內的一些改革 你說院內的整個改革 改革 包括人力上怎麼去調整 怎麼去運用 做一些有效率的一些方案出來 我想我們 現在每個禮拜都有這個 院務會議 我想我們是不是 給我們大概一個月時間 我們把整個方向 還有說我們大概兩個幕僚 還有圖書館的整個 可能有新的方向 來跟各位做個報告 是不是請民主長 照您剛剛講的 一個月的時候提出一個整體的 報告啦齁 就是對於未來 整個一個新的立法院內部的部分 人力應該怎麼去調整 我當然知道有些是歷史上的包袱 但是怎麼樣去調整 讓立法院展現一個更強的一個 能夠協助立委 協助立法院來做一個良好的問政 提供更強的一個能量 這個部分請秘書長一個月幫我們提出來好嗎 好的沒問題 再來時間有限我還是想要關心一下 轉播的問題 直播的這個部分 我之前在高雄市政府服務的時候 其實之前也做不到啦 但是後來在議會的直播 也能夠讓全部的高雄市民 看得到議會的開會的狀況 我認為這個對於民主的了解 包括大家知道議會在做什麼 包括人民也知道 官員在做什麼 議員在做什麼 其實有很大的幫助 這個部分 秘書長你的規劃的行程 其成怎麼做 我們現在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就是要做試辦嘛 那試辦我們現在已經 提到那個朝野協商通過了 那就等於是宴會通過 那宴會通過的就是授權這個 我們來做這個試辦 什麼時候可以開始來做 我們議計的規程是 我們希望在事業就開始來辦理 可以在怎麼樣的頻道可以看得到 我們現在就是要徵詢 因為我們是用那個無償的 就是我們沒有發任何錢 然後對方也必須要不能廣告啦 不能夠任何的那個製作啦 或新聞評論等等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有點我們是要多方去徵詢人啦 所以我們現在還沒有把握 到底會有多少家 所以我們現在只能說 我們是用試辦的方式來處理 這個請秘書長在全力去促成好嗎 我認為這件事情對 不要等到將來還要通過啦 我認為這個是現在的 就可以做的事情啦 那如果能夠整個來推動的話 我想對於立法院整個公開透明的部分 會讓更多人民了解 我們現在就是跟那個委員的想法一樣 所以我們就是大概四月希望試辦 然後試辦一個會期 好 那就拜託秘書長啦 那剛剛提到一個月部分 就請盡快來提出 好 謝謝秘書長 謝謝 我們就提給委員會啦 好 謝謝 謝謝賴委員 請回 賴委員剛剛提到 包括這個議政博物館喔 這個你要秘書長加強啦 其實秘書長要怎麼加強 我看你也很頭痛 這個都是歷史的包袱啊 但是我要提醒啊 這個正如啊 我們上午所討論的 立法院的這些 包括這個博物館喔 因為我們是院籍機關啊 他們的層級都很高 這個其實應該要裁測的這個議政博物館 館長都是十三職等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要好好討論啦 這個也請這個秘書長回去好好研究啊 不要講這個 不要都只講加強啊 有的其實是不需要存在的 我們要怎麼來處理啊 這個要花點腦筋齁 好 我們接下來請鄭天才委員發言 時間八分鐘 主席各位委員 有請我們本院的秘書長 來 請林秘書長 還有法治級的高級長 請高級長 秘書長好 委員好 辛苦了 你是最辛苦的立法院秘書長啊 過去的立法院秘書長啊 來自他法治委員會 大概就是幾個小時而已 一年來一次 你辛苦了 沒關係 謝謝 高級長 你在當級長之前在哪裡服務 我84年在行政院法規會 89年來立法院 然後這中間有去過議事處 行政院法規會服務過嗎 對 我服務過 你覺得那邊 跟這裡哪個地方忙 法規會的部分就是比較單純 聚焦在法治技術部分 它正側面有行政院的各業務 算了 算了 對 表示你在那邊混嘛 行政院法規會是非常忙的 是 各部會的法案 行政院各部會的法案 包括法規命令 他們都要參與審查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非常專業的 我是老公務員 我也當過法治 在法治當委也服務過 所以這個 你應該說 法治真的是太輕鬆了 事實上這個事不是你的錯 這個是我們立法院一直以來 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非常謝謝我們 我們趙偉 英明的趙偉 段委員 能夠 把你這個今天 從昨天到今天 能夠安排這樣的一個 國會改革 就是要這樣 就是要這樣 稍微 好 國會改革就是要這樣 就是要從法治級 法治級 真的不需要人那麼多 民主長 民主長 人不要那麼多 你們也做了分析 民主長 這個報告你看過的 也做了分析 這個 我們說 立法政策的研究分析 也很難 真的很難 我自己在法治當委服務過 在各部會 相關省府的單位 機關 法治 相關法律的推動 立法 也都做過 你要他們去做 立法政策的研究分析 沒辦法的 第二個 法律案子研究分析 那更困難 你這邊也提到 怎麼樣是不是會侵犯到 委員的立法 政權 對不對 各政黨 各黨團的 立法的權利 對不對 他的每個不同的思維 現在是多元的 你怎麼去分析研究 這個某個黨團的 法律案 那還得了 對不對 侵犯會侵犯 所以 就承諾你這邊寫的 只能做法治技術的資源 法治技術的資源 能夠做到就不錯了 事實上 各委員會 各委員會在審法案的時候 也都會找法務部來 各部會也都有法治單位 各部會都有法規委員會 法務部也都會被請來 連法治技術的資源 恐怕都 也都沒有什麼機會 所以怎麼樣去 好吧 就算法治技術資源 所以 完全裁測也不宜了 所以要精簡 要精簡 我的建議是要精簡 有更多的人力 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這個 我也很想了解 這個你們法治局 機長 你真的是要加油 要用功 你說 有幾個職系 然後什麼職系 你要問人事處 這不對的 作為一個機長 要清清楚楚 你每一個人 每一個成員 他們過去的所學專長 在那裡服務過 要對自己的同仁 要了解 要了如執掌 他們的專長 專業 他的職系 而不是要去問人事處 你才支持幾個啊 那一個 一個部會 這是很多人的 所以這個部分呢 確實是要好好的 所謂的 國會改革 就從立法院的 自己開始吧 謝謝委員 好 這個 機長請回座 謝謝委員 秘書長 有 你是前輩 這個 這個 原住民族委員會 是 還有這個 客家委員會 那現在還存在的 盟障委員會 現在都在 內政委員會嘛 對不對 對 那內政委員會 又有 內政部 還尋屬 很多的 部會 在那裡面 所以 既然要談 國會改革 這個 秘書長 針對這個 委員會 當然 這次沒有這樣的 一個條文的提案 沒有提到這個條文 是 立法院要設 哪幾個委員會 今天的 所有的提案裡面 沒有 但是 立法院 站在 這個 國會改革的 一個立場 秘書長 應該要去 再去思考 這個部分 事實上過去都有談過了 那時候 可能你也是 在立法院當委員 當時的 我的前輩 蔡宗涵 他們 是 瓦利斯貝林 他們都提過 應該要有 民主委員會 在這個 立法院 而不是放在 內政 畢竟 他 他不是內政 一般 一般的 從憲法來看 從各方面 聯合國的各方面 來看 他是 應該要分開的 這個是其中之一 然後另外就是 相關的這些 議事規則 或是整個 這個表決 各方面 也必須考量 原住民族的議題 原住民族的議題 常常會有 所有原住民族的立委 都認為要這樣 但是我們是基於少數 過期六席 這次民進黨 有一席 不分期 時代力量 有一席 不分期 是八席 八席要跟 一百一十三席來比 當然還是少數 是 所以怎麼樣在 這樣的一個 相關的 原住民族的議題 能夠被尊重 能夠被採納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相關的 議事規則 或者甚至表決 也都必須做一個考量 怎麼樣能夠 當然我個人曾經也在修憲的提案 不一定要到修憲的地步 在整個 如果有原住民族委員會 各黨團 都派人在那個原住民族委員會 怎樣在這個原住民族委員會 所通過 經過審慎通過的 到了宴會 如果要否決的話 要絕對多數 四分之三 還是三分之二的多數的否決 而不是二分之一的否決 當然這是理想 因為事實上後來都是黨團協商 對 黨團協商 是 但是我們的理想總是 怎麼樣劃出在 一個相關的 法律的條文裡面 這個都是 就算是理想 我們也要往這方向去努力 好不好 民主長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民主長請回 好 謝謝鄭委員 鄭委員剛才提的那個 其實您可以考慮喔 因為我自己會有一個提案 是關於立法院組織法的修正 希望把立法院的委員會 從現在的八個委員會 恢復到十二個委員會 為什麼恢復到十二個委員會 是因為 我們現在每一個 很多委員會都很大 看起來好像權力很大 但實際上在監督上面 其實都監督都不足 因為相對於我們所要監督的部會 我們的委員會所管的範圍太廣了 所以其實每一個部會 都沒有辦法被立法院做比較深度的監督了 那如果恢復到十二個委員會的話 其實每一個委員會分配到的委員 大概是九位到十位 其實也足夠了 因為我們現在的每一個委員會 即便是十三到十五個人 也是三個人就做決定了 其實是沒有必要 如果可以再把它再做分化的話 那麼每一個委員會的業務 可以重新做調整 那說不定您的這個意見 我們可以一起來做參考 您也可以提一個案 好不好 也歡迎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江啟成委員 時間八分鐘 謝謝主席 請主席先邀請秘書長 請李秘書長 江委員你好 秘書長好 是 你也是我們立院的前輩 請教一下秘書長 你在當立委的時候 那時候幾席 有幾席的立委 你在當立委的時候 報告委員 我剛進來的時候 立法院那時候還有老委員 總共有大概七百多席 七百多席 那當然連那些大陸辦委也算在裡面 那到後來 那後來 很多委員都推了 那後來有一陣子是到225席 那現在 在改成165席 現在 然後來165 165 然後225 然後又13 那你都經歷過 對 113的時候沒有吧 113就來當秘書長 對 113來當秘書長 那你覺得 現在113人數夠不夠 我想 坦白講 坦白講 我是覺得稍微嫌少了一點 嫌少了一點 因為我剛才我在另外一個場合 我們在余季中基金會來 剛好在立法院也開這個 國會改革的研討會 普遍其實大家對這個 民粹式的把國會的議員減半 議員減半這件事情 它的後作用 副作用 其實已經產生了 所以 當然包括剛剛主席也提說 要把8個委員會增加到12個委員會 但是人數還是沒有變 那我們的部會 雖然說經過主改之後 稍微減少了一點點 但是其實好像也沒有減少多少 這個減肥也不是很成功 所以 113個委員 你在每一個委員會裡面 其實我們平均大概一點幾位委員 在面對一個部會 哪有這麼厲害 對不對 那個部會是非常龐大的 所以委員的loading很重 所以這個國會改革 坦白講 我們可以講那個很小的議題 我跟你談國會頻道 我跟你談那個 國會的這個網站怎麼改革 我們可以談到整個憲政怎麼改革 當然憲政改革 這個就可能也不光是 今天一個秘書長來這邊 背詢我們可以請教您的 所以我是覺得 當然這個有近期中期長期 我們要去面對的一個議題 但是這個國會改革的議題 如果不做的話 我覺得整個國家的機器的運作 是永遠不會順暢的 是絕對不會順暢的 當然今天你來 我覺得大家跟你請教的 應該都是短期內 你能做的東西 對 包括昨天我也開了一個記者會 這個在我選舉之前 我們就有提出來的主張 就是四大開放 其中一個就是頻道的開放 那頻道開放 當然院長也著急的 朝野協商 說要試辦 對 那請問一下這個試辦 這大概都找好了沒 我們現在這個 目前就是 那時候大家有協商 有沒有說 哪一家電視頻道 電視頻道 有哪一家確定要來做轉播的嗎 現在還沒有完全確定 還沒有確定 那這個試辦期間當然 上次有提到說是暫時免費 那未來要不要收費 我們當然希望說繼續不要收費 可不可以永久免費 對 因為這個如果要是一道預算成本 當然我們還是要做一些顧慮 沒錯 最好是用 目前 所有可能的管道 媒體管道 因為現在媒體的管道非常多元 使用媒體 不同媒體的群眾也非常的多元 光看手機搞不好比看電視多 看手機可能也比看電腦多 對 所以我昨天我才會提出來說 為什麼 那個第一法院這個APP 做了一年多了 你知道嗎 你來之前這個就已經存在了 但是其實知道的人少之又少 用的人那是更少 所以這個發包了 叫人家去設計的 沒有人知道 那你今天也提說 你要委託第三方去做檢討 對 去做調查 這是一件好事啦 本席給你這個肯定 但是你多久可以做出來 我想我們好像 請處長來答一下 因為我們不希望再做一個蚊子APP 我們的蚊子館也很多 結果你做的APP又是蚊子 蚊子APP做了那麼多沒有用 好用的一個就好了 好 委員您好 早上我們剛剛跟同仁在就這問題討論 網站的部分 現在最流行的不光是APP 而是它可以 Telemate任何手機跟平板的螢幕的 所以我們可能會朝向 就是做一個版本 然後本院的官網 然後在任何的手持裝置都可以看得到 那個這位是處長嗎 對 是吧 我告訴你 你應該問大家想要 知道立法院的什麼東西 你必須了解你的用者需要什麼 你再來做設計 你不能從你的角度 或者從一個技術的角度來設計這個東西 Content Content才是重點 然後那個Content是用者想要的 然後你這個載具是方便的 然後是便宜的 就這樣 那內容的部分我們就會 委託公正第三方來協助 我們做一個 做一個survey 你們要多久 要多久 survey的部分我想應該 一個 兩個月吧 要不要 很快 我先換過去 兩個月 對 好吧 兩個月 你說到那秘務長你自己也聽到了 兩個月我們就可以看到全新的 大家 大家能夠願意用的 然後覺得是方便的 真正達到透明化的 這個網路的一個 一個資訊的揭露 跟使用 好不好 可以吧 我們來努力 你後悔了嗎 不是 不是 委員我剛剛說的是survey survey就要兩個月不會吧 我們有一些行政程序在 在這個 秘務長 這個行政程序就是你要負責的 如果國會都這麼沒有效率 然後我們現在談國會改革 結果做一個這個survey要做兩個月 這也太誇張了啦 你剛剛提到你們法治局 我剛剛聽到法治局有47個人 當然雖然這不是法治局的業務 但我的意思是說 怎麼樣充分應用你們的人力 去做事情 把它做的效率 好不好 秘務長這次你去賞老金 但是我是覺得 兩個月做一個survey 我無法接受 好不好 那當然更重要的是說 除了這方面的開放之外 立法院現在有旁聽席的 是在哪裡 我們現在在宴會有旁聽席 宴會 宴會有旁聽席 那雖然說我們的法規裡面規定是說 這個委員會不得旁聽 那當然也有人提案說 這委員會開放旁聽 當然過去也有 外面也有這樣子的要求 那不管怎麼樣這個我們留在委員來討論 對 萬一以後要設的時候 你的硬體各方面你有辦法配合嗎 有的我們總務處有一起來配合 就是說如果說真的要旁聽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空間雖然有限 但是我們可能會找一兩間先來試做看看 對 對 因為我是覺得 如果說我們要做的是人民的國會 開放的國會的話 是 那 你委員會的旁聽似乎也沒有辦法去避免 對 也沒有辦法去避免 對 否則我們現在其實 我們現在是變成說 然後招委決定我要邀請誰來 對 然後是坐在 搞不好坐在委員席 是啊 坐在官員席 那其實這混在一起是不對的 是 因為我們不希望委員他的獨立問證受到干擾 受到干擾 但是 委員的問證是可以被看的到聽的到這個OK 可是怎麼樣你可以不干擾到議事的去進行 我覺得這個是你們在技術上面要去克服的 好不好 是的 這個請民國長你們可能要去做一點規劃 再來一點就是說 請問現在立法院有沒有智庫 智庫 對 我們自己有沒有自己的智庫 我們現在就是 預算中心 預算中心 法治局 這兩個嘛 這兩個如果我要把它類比成 是立法院的大腦的話 大概是這個 然後圖書館是立法院的心臟 但是 我們這麼大的院 113個委員 我們在做質詢 我們在做問證 我們要面對整個龐大的行政機關 可是我們發覺我們沒有大腦沒有心臟 沒有錯 目前就是我們所面臨的問題 對不對 沒錯吧 對 你也當惡理委員你也很清楚嘛 對 你完全你在問證 我相信你大部分也是靠你的助理 對 好問的是助理或共 哇這個資料 研究各方面都很強 如果找不到那就完了 對 因為每一個委員其實處理的事情很多啦 尤其選區的委員 所以我看到 美國的Congress 他們的Research Center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難怪人家的法案可以這麼的深入 他們的議員的問證可以非常的精彩 因為有強大的這個研究的support在後面 是 所以我當前一天跟您跟院長 我們在一起談的時候我也提過 我剛到立法院來的時候 各位可能還記著 那第一年就被炒這個什麼9A立委有沒有 有 說什麼A的什麼A這個A那個 我說我們都還沒有進來什麼 就被講9A立委 後來我們每一個平均每一個委員 一年被砍掉80幾萬 將近90萬的經費嘛 所以我把它加一加 那一年大概有上億喔 省掉了錢 那些錢為什麼不拿來做這方面的強化工作 其實法治局如果47個人的話 這個是很可觀的 人力 當然我不曉得那47個人是什麼樣的人 如果那47個人是 是可以做獨立研究的人 他們在法案上面可以提供的見解會非常的多 我不是要 我們不是要你有任何的bias 你可以做很客觀的 法律上面的 政策上面跟資料上面的分析 提供給委員 就議題就法案 我覺得那個對我們問政品質的提升 才會有幫助 才會有幫助 所以我覺得我們當初被砍掉的那些經費 如果可以拿來做這些事情的話 我相信 對於我們立法院整個法案品質 問政品質的提升 真的就會高很多 那當然這個命務長 我不曉得你同不同意 我非常同意啊 那能不能做 現在這個錢 你同意沒有用 但是要能做啊 現在這個錢 可能要要 那些省掉的錢不知道拿去哪裡了 現在都已經歸國庫了吧 應該還是編在預算裡面 但不知道編去哪裡了啦 因為 因為 起碼沒有到我們 沒有到我們委員的薪資裡面 都已經沒有編了 都沒有編了 對 所以那些 那些 可是立法院的 本身的總預算並沒有減少吧 沒有吧 沒有吧 應該都已經 減掉了 減列了 所以應該是減少了 應該是減少了 對 但是我是覺得過去我們說 當然先不談那個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怎麼樣去強化這方面的 否則你一個立法院 沒有大腦也沒有心臟 那這個立法院實際上是很弱的啦 加上我們委員已經那麼少了 對不對 那委員會那麼少 我們能夠聘用的助理也非常有限 每一個這個選區選上來的委員啦 你的助理費當中你要分配多少 是在地方上服務的 所以國會能夠用到的助理 坦白講沒有幾位 所以我們真的很需要立法院本身 在這方面給我們提供相關的資源 然後這一些也才能夠有助於 立法院在法案跟預算 還有政策上面知識的累積啦 知識的累積啦 這個這個真的才是對國家整個 我們在立法上面 不管是技術政策 還有整個未來上面 才是真的可以累積跟發展 而且是有幫助的啦 對 所以我請秘書長這邊 立法院這邊 真的好好去規劃跟評估一下 這個才是真的能夠 對未來長遠我們的立法發展 比較有幫助的東西 而且所花費的錢絕對不會特別多 絕對不會特別多 比你去買那些硬體好多了啦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來請回 好 我們接下來請孔文吉委員 孔文吉委員 孔文吉委員 不在 盧秀燕委員 盧秀燕委員 不在 請鄭裕鵬委員 好 鄭裕鵬委員不發言 請徐國勇委員 徐國勇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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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黃昭順委員 黃昭順委員 不在 吳智陽委員 蠟智鵬委員 不在 賴士atore委員 徐永明 徐永明 不在 蔣奶昇委員 李燕蒐ığ委員 李燕秀委員 林俊憲委員 陈俊憲委員 不在 鍾家滌委員 中嘉兵委員 秋智煥委員 不在 高菌宿媒委員 不在 陈雪森委员 陈雪森委员 陈雪森委员不在 罗明才委员 罗明才委员 罗明才委员不在 王玉民委员 王玉民委员 王玉民委员不在 刘兆豪委员 刘兆豪委员 刘兆豪委员不在 张丽善委员 张丽善委员 张丽善委员不在 黄伟哲委员 黄伟哲委员 黄伟哲委员不在 陈廷飞委员 陈廷飞委员 陳丁菲委員不在 陳學勝委員 陳學勝委員 陳學勝委員不在 王惠美委員 王惠美委員 王惠美委員不在 蘇巧惠委員 蘇巧惠委員 不在 張宏祿委員 張宏祿委員 不在 劉士芳委員 劉士芳委員 不在 陳歐破委員 陳歐破委員 不在 我們其實應該要去訂一個那個規定 就是在本委員會登記三次未發言的委員 我們要停權 停權三個月不得再來登記 不然你沒有問題啦 你沒有問題 你是這個提案人 不然的話我每次要在這邊唸這個 登記之後就沒有在本委會出現的委員的名字 蛤 我們 這是一個慣例 沒有錯 好 我們還是呼籲啊 如果沒有打算要發言的委員可以不用來登記啦 這個是 這是讓張宏祿其實很辛苦 因為念得 舌頭打劫 好 我們今天所有委員發言 委員均勻發言完畢 尋答結束 不好意思 我在一開始問過 我們有第二輪的發言啦 顧委員你還不要再發言 還是留著以後開會的時候再來講 好 謝謝 所有委員發言 所有登記發言委員均勻發言完畢 尋答結束 委員質詢時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覆者 請相關機關 好 議員一開始就宣告我們今天不會進入實質討論啦 那麼我們會等到 其他的這個版本再進來的時候 我們會再 請提案委員再來說明 我們會請相關機關再來做答覆 我們還會有 下一次的尋答的機會 好 我們今天上會 我請分辨 我們會請退 你們現在來通告 我們會請退 致我 第一次 我請退 兼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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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